每週的話都才遠去 今天的話我們就實體來稍微講一下 把一些重點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到期末以前 基本上我們都是以APP的設計為主 這個APP設計基本上難度相對會比較高一些些 不過因為我們用的開發程式是APP Inventor 你們主要當然參考雲端的資料就是在 我們是把它放在這邊在第三個單元裡面的雲端白板 這邊有一個叫APP Inventor 2設計APP的這個單元 裡面的話稍微介紹一下 特別注意這個MIT不是Made in Taiwan 其實就是麻省理工學院 他們開發了一個 那個環境 可以讓我們很方便的去撰寫APP的層次 那他蠻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他裡面基本上不用寫任何一行程式 也就是程式的概念 他用類似像積木的方式 幫你就是拼拼湊湊 就可以把一個程式給拼出來了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以往就是在 其他地方上課的時候 我發現這部分 對於同學的接受度相對的比較高 那以往我教那個APP的設計的時候 主要早期是還是用寫程式的方式 最早是寫Java 不過寫Java對很多同學來說 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程式要寫一大堆 而且程式寫錯一個地方 那基本上就很難去找到錯誤了 所以相對的這個APP Inventor 是簡單很多 那裡面的話大致上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說 因為APP Inventor 後來好像已經 被Google買走了 所以 他基本上已經結合到你的Google帳號 所以你只要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就可以開始新增專案了 OK 我覺得相對的方便很多 那名稱的話 特別注意 開頭不能是數字 一定前面一定要是英文 好像中文也不行 他只能英文 所以比如說你今天要取名稱的話 前面一定不能用數字開頭 OK 這個大概稍微自己看一下 然後這個是開發環境 那我前面有講過就是說 名稱一定要用英文的 所以像我們 前面有一個練習 按一下按鈕之後 會有狗叫聲 有沒有 這個APP的話 其實還蠻容易做的 裡面的話基本上 第一個你就開個新的專案 那名稱也需要Dog01 這裡面的話你可以插入什麼 增加一個這個按鈕 你把按鈕拉過來 他就有一個按鈕 然後再增加一個音效 音效拉過來 有沒有 然後你再找一張那個 狗的 這個一個照片 網路上搜尋狗這個單 還有這個關鍵字 的圖 然後你就把那個 就是 圖把它放在按鈕上面 然後就可以顯示出 怎麼把它放進來 你必須呢 先找到一張圖像 在圖像的地方選取那個 Dog.jpg 有沒有 然後另外音效的部分 給他一個 狗叫聲 網路上其實找一下 MP3的狗叫聲 當然很多 你可以 網路上找一些音效檔 然後呢 當你按一下這個圖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音效 這個地方 這個前面其實主要是 畫面上面的設定 再來的話就是寫程式 以前寫程式很麻煩 但是在App Inventor 非常簡單 就是說你可以找到按鈕 按鈕1 這個就是你的物件 把按鈕1點選的時候 它會出現當 按鈕1 被 點選的時候 有沒有 被點選 然後也就是說有個 算是有個事件 當你這個按鈕按下去的時候 那執行底下 它這邊會空的 你就把那個什麼 呼叫那個 就是 音效1的播放 把它放進來 那你在執行它之後 你會發現 它就會有狗的叫聲 同樣的方式 你也可以加上 貓的叫聲 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寫兩個程式 當按下 Button1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 貓的叫聲 當按下狗的時候 狗的叫聲 甚至正面底下 還可以加上震動 比如說你按下去 你的手機也會跟著震動 OK 但是目前這個 App Inventor 我們現在這個 環境 主要是針對Google手機 所以有些同學如果假設你是用iPhone的話 那可能 你們要找一下 因為在 我記得好像 App Inventor 還有 針對 就是iOS 就是Apple手機 也有一個另外的開發 不過連結不在這裡 或者你可以找一下 App Inventor 空一格 可能再打一個iOS 它應該會出現 那個開發環境 另外一個 或者是說 所以我在雲端上面 第二頁 這邊有個連結 這個就是 我們App Inventor的一個 環境 你點選之後 它就會跳出來了 因為 它是結合什麼 結合 Google帳號 所以你會發現 我登錄之後 其實我什麼事都沒做 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 我的帳號登錄 並且幫我把之前我寫過的專案 自動把它打開來 其實我覺得結合還蠻好的 然後 另外的話也不需要寫什麼太多的程式 當然你還是要熟悉 它的相關開發的步驟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了 最後的話 假設我們今天 如果要開發 寫一個 就比較簡單的 其實就是 把之前那個 貓叫啦 狗叫 再把它改成12生肖 那12生肖當然 我們會需要12張圖 然後呢 把它放在12個按鈕裡面 然後當我按下 某一個按鈕的時候 它能夠跳出我要的訊息 OK 那哪些訊息 比如說 因為12生肖有12生肖的相關 類似像算命 甚至你也可以把12生肖改成 這個 12星座 等等的其他的 應用 那我有把這些資料 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應該是在 App設計裡面 雲端 白板 你可以看到有那個 範例資料 那範例資料的話 其實這邊就已經有放 前面講過的那個 這個貓 的圖 跟貓的叫聲 有沒有 狗的圖 狗的叫聲 所以其實你 假設我前面做的這個貓 就這一張 這太猛了吧 OK好 然後狗的 狗的 就這一張 這有點呆 OK 所以 看起來好像那個 有的喜歡貓 喜歡貓的是不是 通常是比較聰明的嗎 OK 然後喜歡狗的通常是 比較忠誠的 OK 好了 那當然呢 其實說這個 做這個App 說你不用花太多力氣 但是做出來我覺得還蠻有成就感的 而且一行程式都不用寫 另外的話呢 再來就12生肖 的相關資料在這裡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剛剛看 剛剛那個 有沒有12生肖 為了說 怕你們找不到 所以我把12生肖 12張圖 通通都幫各位截圖好了 這個怎麼來的 其實我的印象中好像也是從那個 網絡上面看到 有那個12生肖的圖 然後我就一張一張把它剪下來 那用的工具 當然你可以用類似Photoshop 不過好像 Photoshop有點太複雜 所以我後來用了其他的 這個 就是 剪圖軟體 反正 把它一個一個的剪下來 然後第一個 老鼠的話就是 01.jpg OK 這個應該是豬吧 OK 所以 有12張 然後 它的解析度 其實你們也可以點一下 旁邊這邊應該有那個 詳細資料 旁邊3點點有詳細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 大小的話 我是把它裁成150乘150 就是150個像素 乘上150個像素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說 那我裡面要放什麼資料 這邊有12生肖的一個四串表 那各位可以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 假設你是屬 屬哪一個 這個叫12生肖的 運勢吧 你就點選12生肖的運勢裡面 你可以看到 老鼠的話 這邊有運勢 在這裡 這些東西 然後 事業 就是這些 這些資料 然後還有什麼呢 就是運勢 事業 愛情 還有什麼 財運 所以總共 可以 分成 四個部分 來分析不同生肖 的人 當然你將來你也可以找什麼 找那個星座 或者你可以找 跟算命有關係的吧 什麼 紫薇 什麼面相 手相 反正這其實蠻多可以做的啦 就跟那個 算命相關產業 就可以一大堆了 那其實App的好處就是說不像以前 你光要把這些資料羅列出來 你光要找就不方便 但是如果在手機上其實就方便許多了 甚至你也可以在 剛剛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就是當他 每一天都會有不同的運勢分析 這樣的話這個App其實就應該是 會有蠻多人下載的 OK 你說會很難做嗎 我是倒也覺得說 其實 App裡面的真的簡單許多 如果跟我以前 大概在10年前 大概10年前開始 教App 開發的時候 我發現那時候的程式真的太難寫了 而且要學的東西還非常多 但現在基本上 App裡面已經幫你們解決了大部分的問題 那你只需要第一個 找到那個連結 所以 請各位第一個一定要記得 在我們雲端的講義上面 的第幾頁 應該就是在開頭這裡 有個官方網站 就這個連結 OK 然後這邊有一個說明說 請用Chrome開啟 因為如果你用別的瀏覽器開的話 可能會有相容性問題 像是如果你用微軟的Edge開 我不確定 好像都會有一些相容性的問題 那再來的話 有關就是說 你當然可以直接在手機上面執行 因為它裡面 直接可以 安裝一些 安裝什麼呢 像這邊有 你可以用APK 把它 傳到自己的手機裡面 或者是你可以連線的時候裝這個 然後 甚至USB都可以啦 不過 假如說你不想要用你自己的手機 測試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裝這個 叫夜神模擬器 這個夜神模擬器 其實還蠻好用的 而且它真的可以 你可以把它下載 不過這個夜神模擬器 檔案其實還蠻大的 我記得好像有508Mbps OK 不過因為現在網路都還蠻快的 這個夜神模擬器 實際上 它裝起來就是一個平板 不過你也可以把它模擬成一個手機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用Apple 手機 或者說你不想用自己的手機 來 測試 最後的結果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裝一個模擬器 當然跟各位講 這個模擬器不是只能 測試 這個 我們開發的App 甚至我發現很多人就拿了夜神模擬器 來玩遊戲 直接把遊戲裝在模擬器 也就是在電腦上面也可以 玩手游的遊戲 而且聽說 如果你的電腦 假設不是太慢的話 跑起來其實還 蠻流暢的 因為我之前 我 因為家裡有小朋友 我女兒是現在小五 他每次都一直玩手 盯著手 走機看 我就覺得他對眼睛很傷害 所以我是幫他裝了夜神 我跟他講說你把遊戲裝在這上面玩看看好了 然後 完成之後 就可以 安裝完成 就可以把這個模擬器打開 那也就是說你就不用說用自己的手機 也可以做一些相關的測試 那測試的方法很簡單 你就先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說 假設你已經做好了這個專案 你如果要測試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App Inventor上面打包APK 你就把這個APK 打包APK 點下去 這個時候他就幫你把這個專案 打包成一個安裝程式 APK實際上就是一個 程式的安裝 一個打包檔 然後 這個夜神模擬器 他會偵測到說是APK檔 他就會問你說是不是要把 這個APK這個程式 幫你裝到哪裡 裝到這裡面來 所以假設我做好了 我先DEMO一下 因為後面我們就是會 把12生效給預先做出來 這個要不要登錄 我們先不要好了 稍後登錄 當然你可以登錄 那個Play商店 也就是說你也可以在這個夜神模擬器 安裝任何的App 去做操作 你如果擔心說 在自己的電腦上面執行 會有問題 或者會有 怎麼講 跑不動啊 或者說 這個 安裝一些 雜七雜八的東西的風險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用他來安裝 不過還是要登錄Google帳號 那我們 OK 這個地方 如果啦 第一個 你們把 這個月神模擬器裝起來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假設你要 將來要測試的話 只要在上面打包 APK之後 他就會出現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 Download APK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APK Download的結果 下載 並且怎麼樣 執行 他就用模擬器來開 或者是說啦 假如你想要用自己的手機來測試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也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手機 去掃 這個QR Code 他也可以把 APK 裝到你的手機 測試 所以我覺得現在 APK 應該算是已經相當成熟了 已經該幫各位想到的都想到了 所以其實 也沒什麼理由不用他啦 OK 我覺得用起來還蠻悠暢的 那也就是說你將來要寫一個 這個App的話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那當然如果你將來 你可以在你的履歷表上面多寫一個項目 就是我會寫App 而且你可以 有一個App當成是 Demo的話 大家相對讓人家眼睛一亮 你會寫App 那當然 其實就是多一個 多一個專業 那比如說我把這個Download一下 那如果我要顯示你會發現 他就把這個 APK 下載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開啟 開啟理論上 因為我有裝了夜神 所以他就會幫我把夜神打開 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他就會直接 就會 幫我安裝到夜神 並且 把那個 App給打開來 但是會有個問題 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他變形了 主要原因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在開發的時候 主要是用手機的畫面來開發 那因為夜神 他預設的環境是 平板 所以會變形 所以怎麼辦呢 我的習慣會這樣 乾脆就把夜神模擬器 改變成手機模式就好了 要怎麼改手機模式 我會講一下 這邊有那個齒輪 那你把這個 右上角的 齒輪點一下 設定 這個就設定 裡面找一下 基本上呢 你可以找到解析度設定 其中的話有一個叫 平板 他現在預設的平板 那我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手機就好了 手機的大小大概多大啦 預設就好了 寬的話 720 高的話呢 是1280 這樣解析度其實有點 不是太好了 不過沒關係 我們用預設好了 OK然後呢 按下保存設定 這時候讓他重新啟動 那就讓他重新跑一下 重新跑之後的話 你就會看到 我們剛剛 這個夜神本來是 這個畫面有變形 那你把它重新啟動之後的話 他應該理論上就恢復正常 這邊有個夜神 OK 請各位呢 先試試看好了 就是說 稍微 把剛剛講的部分稍微消化一下 並且把夜神稍微裝起來 試試看 他開有點慢 還是因為我們這邊 電腦 等級還不太夠 當然他因為這個模擬器 他也是 他的速度快慢 其實跟 你現在用的電腦也 很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假設是用那種 跑起來比較弱的那種 文書處理 那種 筆電來跑的話 可能會跑得比較辛苦一些些 那我重新再點選這個App 那你可以發現 他基本上就OK 那我們要做到結果類似像這樣 我今天的練習 希望一 把12張圖放進來 12生肖 二的話呢 我點選老鼠的時候 他能夠跳出什麼 跳出這邊告訴我說 他 這個 他在12生肖裡面是鼠 然後又稱什麼 12生肖裡面相關的說明 把它點 那他點牛啦 有沒有 不過我這邊是只有 好像只有你按下牛 這個好像一包應該 你按下 那這個是一個簡單 互動 就是說可以 點他之後呢 跳出一個訊息出來 那後面的話我們再把它稍微做個變化 那請各位先 試著把剛剛講的部分稍微再做一個練習 那我把畫面再還給 各位 自主模式 那我把畫面還給 還給各位 得這麼 constru drilling 你 如果我回音租 你就輕輕輕輕ch 感谢观看